奥斯塔努力挤出了笑容 我没有骗你 真的有撒玛利亚妇人权 奥斯塔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能堆着笑 点着头道 相信我 相信我 突然 他望向卢米安身后 眼神瞬间发直 就像看到了什么恐怖之物 卢米安下意识转身 望向门口 可那里空无一人 趁此机会 奥斯塔身体一矮 从他旁边穿过 狂奔向敞开的房门 扑通 奥斯塔被卢米安不知什么时候 伸过来的右脚 绊了一下 直直摔到地上 摔得高挺的鼻梁染上了青色 瘦削的脸庞肿胀了起来 卢米安慢悠悠把房门关上 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俯视着趴在地面装死的奥斯塔道 你不会想告诉我 你灵感很高 刚才看到我的背后有 某种怪异的生物 你冲向门口 是为了帮我对付他 奥斯塔愣了一下 翻身站起 连连点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卢米安笑了笑 将目光投向了靠墙的长方形木桌 那里摆着银制的匕首 白色的蜡烛 几个货装着不同液体 或空空荡荡的小瓶 两张仿羊皮纸 和散发出草木香味的纸盒 有一定的神秘学知识 卢米安收回视线 对坠坠不安的奥斯塔道 刚才那个拿烟斗的家伙是谁 布里涅尔男爵 奥斯塔忙不迭地回答 他是市场区萨瓦黑帮的头目 萨瓦是印第斯共和国一个内陆省的名字 紧挨着上霍纳奇斯省和下霍纳奇斯省 矿藏丰富 民风彪悍 男爵 现在还有男爵 卢米安好笑反问 自从罗塞尔大帝死亡 共和国建立 贵族爵位已消失在了日常生活里 那是他自己取的外号 可能他祖上有这么一个爵位 卢米安后靠住一背 姿态相当放松地问到 他为什么找你 你欠了他们钱 见卢米安 姨父和朋友闲聊得无害模样 奥斯塔害怕归害怕 内心还是稍微放松了一点 我为了买 买 买一样物品 借了高利贷商人3000费尔金 后来 那个商人把这笔欠款转卖给了布里面 我还了至少有3000费尔金了 他却告诉我 还有2000的利息 你再拖两三个月 欠的就不是2000 而是4000了 卢米安成功看到奥斯塔的表情垮了下去 在不复之前那种神神叨叨的气质 他随即压低了嗓音 用蛊惑的口吻道 如果是我 遇到这种事情 会想个办法把布里面他们骗到地下去 骗到某个采石场空洞 然后弄它上面的石层 让他们永远沉睡在那里 没有了债主 也就没有了债务 奥斯塔越听越是恐慌 看卢米安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个魔鬼 他怀疑 对方已经打算这么做 只是方案里的目标姓名 不是布里面 而是奥斯塔特卢尔 这是杀人 这是犯罪 奥斯塔惊恐喊道 奥斯塔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单词 来回应对方 卢米安站了起来 拍了拍手套上的灰尘 开玩笑的 我刚才是在考验你的人品 什么 奥斯塔一脸茫然 被逼信任也是信任 恭喜你 通过了我的考验 这证明你并不是那种 毫无底线的犯罪者 卢米安笑着张了张手臂 他豁然把话题拉回了正轨 你借那么多钱 是为了买什么 他随即环顾了一圈 边打量边补充道 这里好像没有值钱的东西 他哆嗦了一下道 你 你知道魔药吗 你还真是非凡者 卢米安笑了起来 见他知道非凡者和魔药 奥斯塔暗自松了口气 庆幸刚才没有撒谎 他想编的故事 在真正的非凡者面前 全是漏洞 一戳就穿 而那样一来 他今晚可能就得沉睡到 地下特里尔的某个角落 奥斯塔深呼吸了两次道 几个月前 我为了购买魔药的主材料 向高利贷商人借了三千费尔金 加上自己传的四千费尔金 成功从普通人变成了非凡者 你是哪个序列的 怎么连几个黑帮打手都对付不了 卢米安故意用狐疑的口吻问道 奥斯塔一脸无奈 我是序列酒的密奇人 结果除了提高我的灵感 就是给了一些不实用的 祭祀知识和仪式魔法 我现在除了能偶尔察觉到 神秘事物的存在 把自己吓得半死 连个黑帮成员都打不过 奥斯塔一脸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我是有神秘学常识的 我是永恒列扬的信徒 怎么能向未知的存在祈求 那很危险的 哎 魔药自带的知识里 是有一些尊名 但都属于隐秘存在 一听就很可怕 什么堕落自信 什么真实的卷属 什么命运的凝视 我根本不敢祈求啊 他偷偷瞄了卢米安一眼 装出咬牙切齿的表情 但我想过了 要是布里尼尔男爵那些人 再来逼我 我就向隐秘存在祈求 获取力量 他明指布里尼尔男爵 实际却是在警告卢米安 让他不要把自己逼到绝路 卢米安看着他 坠坠不安的脸庞 赞同道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布里尼尔男爵 他们太轻是一个非凡者了 换作是我 我根本不会让你有走上绝路的机会 说到这里 他对奥斯塔笑了笑 在此之前 你已经死了 奥斯塔张了张嘴又闭了起来 表情比哭还要难看 你似乎已经搬过几次家 结果都被布里尼尔男爵找到 我怀疑他或者萨瓦黑帮 有真正的非凡者存在 奥斯塔听得悚然一惊 卢米安拿起桌上的银制匕首 边把玩边对奥斯塔道 我可以给你一百费尔金作为报酬 啊 奥斯塔又一次感觉茫然 他发现自己 总是跟不上对方的思路 你 你还想要撒玛利亚妇人泉的泉水 他试探着问道 卢米安笑了 你告诉我 真的有吗 看着对方蕴含笑意的眼神 奥斯塔捏如了几秒道 我不确定 卢米安满一点头 卢米安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 一方面是因为魔术师女士的任务 可能与那个涉及非凡材料的聚会有关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自身也需要类似的聚会 以搜集武器材料 封印物和神秘学知识 奥斯塔艰难地吞了口唾液 我 我可以试试 但必须经过聚会召集人的同意 没有问题 卢米安掏出一枚金币 示意奥斯塔过来 这枚金路易是你帮忙询问的报酬 剩下的八十费尔金 等我可以参加聚会了再给你 奥斯塔没想到 被狠揍一顿的发展 变成了收钱的委托 意识竟有点愣住 隔了几秒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木桌旁 结果那枚价值二十费尔的金路易 对卢米安道 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给我答复 但最迟不会超过下周三 我白天都在地下墓穴附近 晚上睡在这里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卢米安一边脸带笑容地点头 一边抬起手里 把玩的银制匕首 刷的一下 插在了奥斯塔的肩膀上 鼓鼓鲜血随之流出 奥斯塔惊恐地连退了两步 靠住墙壁 急声喊道 不要杀我 我没有撒谎 卢米安拿起摆放在木桌上的一个玻璃小瓶 笑着走向了奥斯塔 放心 我要杀你 早就动手了 这个过程中 他对奥斯塔笑道 你有足够的神秘学知识 应该知道鲜血在别人手上意味着什么 不要骗我 诅咒 奥斯塔一是不知该为没当场死亡庆幸 还是为鲜血落到了这个比布里尼尔男爵还危险的家伙手中而绝望 你自己包扎伤口吧 他没有诅咒方面的超凡技巧 但可以试一试过期的血液是否能触发堕落水银交换命运的能力 不能也无所谓 反正让奥斯塔相信他会诅咒就行了 看了眼努力直血的奥斯塔 鲁米安随口问道 布里尼尔男爵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有了这枚金鹿翼 加上我自己存的一点钱 他们应该能安分一周 奥斯塔苦笑道 逼死了欠债的人 他们一个科配都拿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